這是一個全新的節目 我會和其他國家的香港人一起互動 分享我們這些在海外的香港人的生活到底是怎樣 今集我邀請了兩位來自台灣的老移民 和他們一起深度比較台灣和澳洲兩地的生活 其中一位更是台灣著名的裘平家 他們是台灣電視台遇用的廣播佬 而我就是代表澳洲的澳洲通 在第二百三十八集就分享了台灣和澳洲的移民方法 以及在兩地找工作的情況 今集就會和大家分享怎樣選擇城市 澳洲有分一二三線城市 台灣也有分南部、中部和北部 大家好,我是Alex 一位移民到澳洲十二年的香港人 歡迎收看土豪TV 我先介紹這兩位來自台灣的老移民 第一位是傑拉德 他是台灣著名的裘平家 他也是YouTuber 他自己的YouTube Channel 有分享台灣生活的資訊 他也幫助過無數的香港人移民到台灣 另一位叫老溫 他娶了一位台灣老婆 而且他是少數流利台語的香港人 老溫某些地方甚至要比台灣人更加台灣 歡迎他們兩位 選擇城市方面 我知道台灣應該有分三個地方 剛才老溫說的南部 即是高雄 然後就是台中 然後就是台北 香港人來到台灣 他們一般會選擇哪裏呢 以及他們選擇的理由 以及他們會有什麼考慮呢 先說一些 譬如我們年代的老移民 住了幾十年那些 普遍都是選擇台北 因為台北找工作做好一點 容易一點 那時候和薪金高一點 所以其實一直以來都是 北部是比較多香港人的 反而我們中南部就少一些 包括我們台中 十年前也不多見到香港人在 但是近年 就發現好像有一點點變 因為近年移民的 剛才我都說了 都是有些錢的 他根本就不需要找工作 所以對一般來說沒什麼用的 所以住高雄的香港朋友 就會覺得高雄 邊屋大一點 馬路大一點 闊一點 再加上捷運 所以就很舒適的感覺 而我自己去高雄 都有這些感覺 真的舒服的 台中是相對地 比高雄來說 會感覺有一點點亂 就是交通上面等等 但是因為沒有正式統計 我相信現在住北部 其實在香港也不少 尤其是淡水 什麼無敵海景 住那裏 相對樓價就比香港便宜很多 有些景 有些舒適 所以都仍會有人選擇北部 其實都是看個人原因 我補充一點點 基本上因為我和吉拉德 都是同一期過來的人 當然如果年輕一點 第一首選一定是台北的 很多企業總部 很多在台北 其實台北基本上 就是一個台灣的首都一樣 所有政經資源都在台北的 包括很多舉辦什麼 國際的會議也好 有什麼大型的演出 各樣的劇 一定會在台北為主的 所以如果年輕一點 想去創業也好 去什麼 還有台北的城市 其實節奏是比較像香港的 基本上都是急一點的 你到馬路 有很多人過馬路 急著急著走的 但是你去到台中 或者高雄的話 整個節奏可能慢了一半以上 步伐都可能慢了一半 所以兩個地方是完全不同 所以應該就是 尤其是台北市和新北市 因為兩個已經黏在一起了 目前應該是香港人 是最多在那裡 因為始終都是創業機會也好 或者職場機會也好 都是那邊為主的 但是唯一比較差的是 北部的氣候 因為我以前在北部讀過書 之後就在中南部讀書 然後又轉到中南部讀大學 發覺兩個天氣真的差很遠 台北北部的那些 就是冬天的時候 又濕又冷 好像以前教科書也說 基隆的地方 基本上一年有三百天下雨 基本上 所以知道大概北部的情況是怎樣 尤其是冬天 東北季又風那些 反反聲好像打風那樣 所以到了冬天 其實很不舒服 其實我們當時選擇台中都是一樣 因為氣候的問題 失望的感覺不錯 而且基本上我們選台中 就是因為去台北又近 去高雄又近 所以剛剛在中間的地方 反而你去哪裏發展 都聯絡客戶 或者做甚麼都比較方便 比如你去台北看的表演 都簡單一點 對不對 所以我們當時是選台中的 其實我也相信很多人想選高雄 尤其是有些老一輩的人 因為有些人說怕冬天怕冷的話 其實選高雄 尤其是更南部的 有甚麼肯定、恒春那些 那些幾乎是沒有冬天的地方 很適合老人家 基本上是暖粒粒的 你不怕冷親有甚麼中風 有甚麼高血壓的東西 會舒適一點 如果是退休人士的話 可能會選南部多一些 但有一件事我補充一下 如果生活上的話 比如新來的香港人 語言的關係 如果真的要住中南部的話 你生活上真的要積極點學台語 因為你買菜、菜、菜、食飯 不用同學溝通 不是不行 其實他也會說的 但他變成親切感 就沒有那麼大 很多東西 例如你買個菜 說價也比較難說 可能他也不想理你 因為他也不想說國語 明白 我講一下澳洲 澳洲其實有很多很大的 不同城市之間 全部都是坐飛機的 其實他不是一個國家 是一個州 澳洲主要是有分三個級別的城市 一線、二線和三線 三線那些我就不多說了 因為那些沒有那麼主流 我先講一下主流的 它主流的城市 一線城市 也是絕大部分的香港人會移居的城市 就是雪梨、西德尼 以及我現在住的麥爾本 Mailman 這兩個是澳洲人口最大的城市 兩個城市分別都有大概500萬人口 而麥爾本的優勢 就是因為它的城市規劃 它是做得很好 因為它是在它建成城市 因為澳洲是一個挺新的國家 它是第一個城市是西德尼 西德尼是最早的城市 所以它是很多缺陷的 譬如那些馬路 都是以前的設計 是給一些馬車來走的 它整個西德尼的城市 其實是Copy from英國的 有些人說是Copy from倫敦 這個我就不太清楚 但是它很多的城市規劃 都是很舊的 已經是滿足不了現在的城市發展 但是從西德尼開始 麥爾本、帕斯、布里斯坦 那些全部是Start from scratch 由一開始 它整個城市規劃是很現代的 很先進的 它先進是怎樣呢 就是傳統的亞洲城市 無論是台灣也好香港也好 它主要的工作機會 都會集中在市中心的 就是可能是中環 或者起碼是尖沙咀那邊 如果你住在天衰圍那些 你對不起 你就那邊是自生自滅 找不到工作了 那澳洲又不是的 特別是麥爾本 其他 就是西德尼以外的城市 其實西德尼都在做的了 就是它除了一個市中心之外 它在建立一個城市的時候 它已經規劃了 譬如我 西面會有一個job center 就是第二個市中心 東面 我也規劃了一個job center 北面也有一個job center 麥爾本就沒有南面 南面是海 還有它那個工業區 住宅區 政府區 機場的那個城市規劃 是很現代化的 是做得很好的 大部分香港人都會去一線城市 Sini 或者物業本 原因有幾個 中國就容易找的工作 飲飲食食也都方便很多 學校 購物中心 或者是有些投資移民做生意 都好很多 它始終是大城市 配套 生活機能 人氣 各方面 都好很多 二線城市 主要是包括 昆士蘭州的Brisbane 它人口大概是200多萬 接著就是 西澳的帕斯 人口也大概是200多萬 接著就是 南澳的 阿德萊德 阿德里 它人口只有8多萬 二線城市 始終那個人氣 配套 就業機會 各方面 相對一線城市 沒有那麼好的 所以 一般香港人 可以選擇的話 它絕大 我不是說其他城市不好 Brisbane Perth 阿德里 都有它的好處 但是 大部分人 它有得選擇的話 它都會傾向於 麥爾本 和Sini 氣候方面 它是這樣的 Brisbane Sidney 那邊的氣候 相對會和暖一點 冬天是沒有那麼冷的 特別是Sini 冬天最冷的時候 可能是15度 氣溫就會和暖一點 Brisbane 可能是有一點像高雄 我也去過高雄 夏天都挺熱的 Brisbane 日間可以去到35度 Brisbane 都是沒有冬天的 但是如果你去到麥爾本 帕斯那些地方 天氣就沒有那麼好 冬天是會長一點 冷一點 但是它整體來說 天氣就會乾燥很多 不像你香港 你不會覺得很濕 如果是新移民的話 大城市 一線城市 Brisbane Sidney 和麥爾本 移民要求 就會高很多 提到一個題外話 剛才你說的那些城市 澳洲本身我自己完全不熟悉 但剛才說的那些 我全部都認識 因為 全部都是足球隊 巴德華生亂 米爾本勝利 米爾本勝利 米爾本有兩支 全部都認識 特別是剛才說的 泰斯 泰斯光輝 泰斯光輝 因為它在西邊 沒有雷工那麼遠 很多東岸球隊 去到作下 看得特別差 這純粹搞笑 哈哈 先說一下 你可能覺得奇怪 泰斯一個200萬的城市 為什麼可以有 有支實力都不是特別差的球隊 你就太體消帕斯了 其實帕斯很有錢 很有錢 很有錢 帕斯的平均人工 是全澳洲排第二 僅次於首都 我剛才沒有提到 就是首都坎培拉 如果你不算坎培拉 其實帕斯的平均人工 就很高 為什麼這麼高 因為那裡是澳洲的礦產基地 你可能有聽過 那間BHP 那些什麼力托 附近有很多礦 都是在帕斯 而澳洲的礦產業 特別是鐵礦砂 全球的競爭力 是很高很高的 高級的鋼材 全部都是用澳洲的鐵礦砂 最大的買家當然是中國 它的競爭力強到如何 早前因為澳洲這邊不乖 沒有聽中國話 那習主席決定打壓澳洲 就是教訓我們 搞得差不多 習主席都說 算了 我放過你們 我都繼續買回你的鐵礦砂 當時澳洲都是衰的 都是扭計的 將鐵礦砂的價錢 加了一倍 特別是對中國 你不買 我加你一倍 加了一倍之後 祖國 都要繼續跟澳洲買 你就可以體會到 澳洲鐵礦砂的競爭力 有多強 因為你不說真的不懂 看了地圖澳洲 拍私利丁丁一個在西岸 好像很荒蕪的感覺 我有一件事想請教一下 Alice 因為我去過澳洲 我當時想澳洲應該提外話 我想問一下 最初我想天然資源這麼多 應該很多飲飲食食 各樣應該很便宜 例如吃海鮮也好 吃牛排也好 那些餐廳最多消費是極高的 那究竟是甚麼回事 吃海鮮那些是比香港差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去的餐廳 非常老惡 但是感覺上它的物價 吃東西方面 沒有想像中那麼便宜 因為那裏有牛 又有海鮮 又甚麼都有 但是餐廳很貴的那些餐廳 為甚麼呢 是這樣的 澳洲 如果你買它的原材料 即是無論是食品 或者是澳洲生產的農產品 三副鞋物 甚至是電器產品 它很多時候做折扣 其實它算港幣 是比香港更便宜 例如牛奶麵包 是便宜到沒有朋友 一瓶牛奶兩公升 新鮮到不得了 3 元澳幣 60 元台幣 但是 為甚麼去到餐廳那麼貴 就是人工 澳洲的工資很貴 在澳洲 無論是甚麼 總之涉及到人工的 服務 譬如 幫你通水喉 收冷氣 幫你裝冷氣 更誇張 你買一部冷氣 可能是1000元 幫你裝 可能收你800元 為甚麼去到餐廳 那麼貴 就是 它的工資 剛才提到澳洲的最低人工 現在是 差不多21元 21元左右 差不多是450元台幣 一個小時 這個就是最低人工 所以你去到餐廳 服侍你的待客 幾百元台幣一個小時 還沒計算過大廚 大廚可能是多幾倍 是否很正常 你想想 你買單 即是那一碟菜 沒有可能 沒有可能很便宜 但你自己買的牛扒 去自己煮 是可以很便宜的 不過我想 補充 這個情況 跟台灣好像又完全不同 或者 好像Alice 說 就是人工的關係 因為我發現 如果在台灣 你自己買菜 自己煮 那不一定特別便宜 記起來 反而你出去餐廳 簡簡單單 例如兩人吃一餐 八至兩百元 或者兩三百元 但同樣的 差不多的材料 你自己買回去自己煮 都是這樣的價錢 所以我們有時候索性 不如出去吃好過 免得又要洗碗 又要買菜 又要麻煩 可能就是因為人工的關係 所以 台灣也是有它的獨特之處 我曾經經 我經常講笑地跟觀眾說 在澳洲生活 如果差不多餐餐在外面吃 或者你家裡 你住的很舊的屋 很多東西 要有人維修保養的話 澳洲你找一份普通人工的那份糧 剛剛好 夠你給了剛才那些錢 儲不到錢 很多謝傑拉德和魯溫的分享 今集就談到這裡 感謝收看TOW TV 我們下次見 拜拜